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下四指斗方的创作 这个是鼠红 要画一点 再沾一点点墨汁 首先画侧面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小的花瓣直接可以这样扫 因为我们是写意 斗笔啊 这样形成一个花瓣的渐变 因为我外面这个花瓣越大 所以呢 我们这个墨调的浓一点 要斗笔啊 形成这个层次变化 把石段加大一点 为了方便拍摄 所以我这样拿笔了啊 接下来画粉红的牡丹 我们用笔根吸调好的泰白 笔尖慢慢舔出 这个是牡丹红 它的颜色渐变 笔尖朝下 侧风扫出这些渐变 越来越大 交叉进行 转变成斗笔 画出这些花瓣的变化 侧面可以稍微小一点 所以呢 我们多调一点牡丹红 花瓣可以穿插 把这个地方拾到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深一点 现在我们调了一点牡丹红 因为这个调了一点胭脂 因为这里面要深一点 橙黄 调点花青 比较再碾胭脂 方便拍摄 我在来拿的啊 这大鳄 稍微大一点 点出 呃 露出来的一点点小鳄 有点长 有点短一点啊 这不多了 所以 好 再上这 呃 腾黄 加花青 调出浅玉 比较再来研制 呃 呃 用山玉加点墨 呃 把这个叶子称一下 稍微淡一点的墨 呃 就淡一点的叶子 不愿用纯玉去画叶子 那样的话太死罢了 我们山玉加浓墨 我们画深的这个叶子 给你打 最大的组合关系啊 有遮挡有 啊 富贵迎村的上级分享的这 价值更精彩 欢迎大家点评转发 谢谢